你們今天的報告 還在寫為什麼要調整電價 是因為國際燃料價格飆漲 是台電虧損的主因 錯 大錯特錯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已經清清楚楚的 把最近這幾年 國際的這些能源價格的趨勢 非常清楚的列出來 事實上現在國際能源價格 包含石油也好 或者煤也好 天然氣也好 都已經跌回厄屋戰爭 發生之前的一個價位了 所以你們還在講說 是國際燃料價格飆漲 這根本就是假訊息 你們到底在掩飾些什麼呢 台電的虧損 是因為能源價格 單純能源價格的提升嗎 難道不是綠能賺大錢嗎 雲爆賺大錢嗎 還在騙 國際能源價格早就都已經跌下來了 然後你們還在騙現在大幅提升是因為國際能源價格 再來你們這兩天喔 不停的在帶風向 來看一下 這是奇圖共欣賞 之前你們說要做時間電價 可以這個可以省錢 後來呢在網路上說 笑死人了 是要讓我們半夜烤麵包嗎 然後你們再繼續的做梗圖 繼續的講幹話 說白天烤也可以年省破四萬 市長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神邏輯 如果漲電價還讓你可以省四萬 這難道你繼續漲啊 你漲百分之二十三十可以省更多啊 這到底是什麼神邏輯 我都不曉得你們經濟部在花多少錢在養這些公關公司幫你們做這些梗圖 來欺騙老百姓 把人民當笨蛋嗎 漲價還可以省錢喔 那你早就該漲啊 天天去漲價啊 我們天天省錢 有這樣的神邏輯嗎 請問一下你們為什麼不好好的去傾聽 了解不管是產業的聲音 或者是民眾的聲音 然後真的要讓大家要荷包要破費 因為真的屋價會上升 就要承認嘛 我們太多的假數字了 待會我還要指出主計處在做假數據 為了掩飾太平啊 你們可以做假訊息 你們可以做假的梗圖 你們可以做假的 假的這些統計數字 實在很離譜耶 所以現在漲電價四月一號 反正你們是鐵了戲要漲電價 比如說在立法院裡面 現在在野黨都提出要動漲電價 因為現在各行各業 比如說剛才武力華委員說 農業能不能動漲 你說動漲 可是現在醫院也要動漲啊 醫院動漲了嗎 還沒有喔 對不對 那大眾運輸系統大家也苦哈哈 然後每一年在漲 每一年都是自行吸收 說能不能動漲 可以動漲嗎 你們也沒有給人家動漲啊 所以請問一下 經濟部在漲電價的同時 你要跟老百姓要老實說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然後告訴我們國際能源價格上漲 主計處還幫你們做咧 還幫你們做 喔世界各國啊 什麼電價的那個比較 歐元區現在都負成長咧 沒有錯他在惡物戰爭的時候 確實大幅上漲 反映國際能源價格 可是他跌下來之後 他們就開始 也就是往下修啦 我們為什麼不漲 當時為什麼不漲 因為選舉嘛 不敢漲啊 只敢漲一些工業大戶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頁 我們現在的問題喔 這些因為電價上漲 其實波及的族群已經非常多了 你現在到網路上要去租屋 他的電費現在通通都是六塊錢 有的甚至是七塊錢 在之前是五塊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四月一號漲電價了 所以你現在去租屋網去看 他的電價一度電通通都是已經六塊錢 他一定隨之上漲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召開 這樣的一個專案報告 是要告訴你們 各行各業通通都會受影響 不要告訴我們這種幹話 說你不用半夜烤店店那個麵包 你還可以省四萬 這麼好的事情 這麼好看的事情 這不是奇蹟嗎 綠色奇蹟實在太多了 我真的第一次說漲價 給人家漲電價還說人家還可以省錢呢 好再來看 好時間暫停一下 我請那個主記長 請朱主記長 我也請央行總裁 允陽總裁 主記長啊 剛才你回答其他委員的 這回答我都聽不下去 我本來還尊敬你的專業 你們現在為了粉飾太平 既然講 我們現在是和緩的 和緩在哪裡 和緩在哪裡 阿貞 已經要漲價了 因為淡價上漲 然後我們現在說食物類 高鐵說他們不敢漲這個運價 票價 因為可能交通部壓著他 事實上 高鐵我告訴你一個訊息 高鐵內部已經在計算 因為剔除電價 今年電價上漲 消費物價已經超過5% 他們已經達到他可以漲票價的 一個這個他有票價公式 他們準備要報董事會 他也許會被交通部壓著不漲票價 可是我告訴你4月1號 高鐵的便當已經漲價了 高鐵便當漲價 所以你認為民間其他的便當不會漲價嗎 還告訴我和緩 到底和緩在哪裡 好再來看 雙北265家醫院掌掛號費 準備要掌掛號費 網都暴動說是選對的人 所以我剛才也講 因為現在醫院診所通通都在請命啊 別說你今天烤麵包 你可以選時間 我請問你醫院開刀動手術 可以選時間嗎 你告訴他 選對的時間來開刀 選對的時間來動手術 是不是笑死人 所以醫院也撐不住了 不要再做這種擺爛的梗圖了 就是笑話嘛 你們做一次梗圖人家就來吸你一次板啊 你們做一點正經事 所以主機長 萬物一定會起漲 過去 過去我們台灣 有兩種價格上漲的時候 絕對會影響物價 一個是油價 一個就是電價嘛 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你是第一天當主機長嗎 來我再請問一下 今天那個報告我也是大開眼界了 今年 過去兩年的 CPI我們都知道了 今年的CPI 你們第六頁 主機一處的報告第六頁 預測今年的CPI 將上漲二點零三趴 我跟你打賭啦 二點零三趴這麼低喔 來 中央銀行的報告第三頁 預期 今年 央行上修今年的CPI 到百分之二點一六 央行略高一些 你們才二點零三趴 我請問我聽哪一個的 我也不知道要聽哪一個的 事實上我認為你們通通都是低估了 通通都是低估了 你們再來報告之前 你們兩個不認識嗎 總裁跟主機長 這兩個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時間有限 我還要再請命 來 下一頁 因為 中央銀行的調息 我知道 因為中央銀行最怕物價上漲 所以調息是一個預防性的 打預防針 老實說這也是跟全世界趨勢不一樣 全世界之前呢 我們之前也是都在漲 這個利息都升息 但是 對不起 我們升息完在現在呢 全世界 事實上是都往降息的方向 至少沒有升息 美國也是一樣 我們為什麼升息 就是因應我們現在 店價會大幅上漲 可是 因為 現在 你當你升息之後 很多的貸款 比如說你現在怎麼清安貸款 這個是政府有補貼 可是 因為郵局的升息 現在公教 人員的房貸 隨之上漲 因為它是跟著 我們郵局來聯動的 好 所以公教的房貸也上漲 我現在要為公教人員請命 今年給它加薪4% 結果呢 物價上漲 店價上漲 房貸上漲 然後再加上未來的什麼 什麼可能什麼 健保費啦 什麼那個掛號費等等 這4%被吃得光光的 被吃得光光的 所以我要讓我們的相關的部會 知道在這一次店價調漲 我們面臨一個什麼樣艱難的局面 老百姓非常艱難 尤其不管你是租屋族 你是房貸族 你是外食族 絕對都會漲價嘛 不要告訴我們這些 沒有問題很和緩 民生用電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你不要漲嘛 就沒影響啦 我真的非常生氣 我們台電的虧損 不是就來自於我們錯誤的能源政策嗎 市長你應該心知肚明啊 台電 虧損累累 結果綠能賺大錢啊 不是綠能都在賺大錢嗎 你們現在台電去 對外購電的成本多少 便宜的核電你們不用嗎 繼續啊讓他繼續的廚藝啊 電價上漲是必然的趨勢 更何況我們去年補台電一千億 近年還補台電一千億耶 我們大學人是怎樣 欠台電欠那些綠能的嗎 所以如果真的因為國際能源上漲 好那我們也就認了 結果不是啊 國際能源上漲的部分已經用 我們納稅人操增催收已經去 彌補他了嗎 連續兩年彌補還不夠 還要漲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現在你們鐵了心要漲電價 但是這個惡果是由全民來負擔 但是我覺得更可惡的是 你們不要嘴巴上雲淡風輕 說這個沒有事當然有事 然後謊言一大堆 主計長我本來都很尊重主計處 我以前就覺得 我們有幾個地方是絕對不能做假的 就是包含我們的主計處 包含我們的中央銀行 因為你們一定要超然 你們一定要獨立 如果你們都不能超然獨立的話 那麼這個政府是沒有人在說真話的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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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